守護生命 行善 也要行孝 繼續帶你認識 美國的這位慈藝志工蔡子虎 她說這一輩子 母親從來沒有要求過她 要讀多少書 要賺多少錢 唯一給她的身教 就是一顆很慈祥包容的心 所以為了報答親恩 她決定皆以母親 一起來做慈祭 而高齡90歲的媽媽 也樂在付出 不論是做環保還是做香肌 她總是笑容滿面 來做環保 做香肌 大家來上課 做香肌就要這條啊 兩年前所以就要參加課 我也是一百年也課過了 所以都有這條 只待媽媽入佛門 還不能夠 報答這個父母恩 所以就要拉媽媽來受贈當法群 因為上人講 法群更輕嘛 所以就這樣子把媽媽帶進來受贈 所以我們兩個同一年受贈 這是麵呢 我們朝的麵呢 九十歲了 每次寫來一次 旁邊是大小小小小 所以比較遠 開車沒有賽車的話 一國東頭半 大小小小 學到很多包容的事情 這東西呢 明明跟她分類好 寫好了 然後他們軟點 然後也就要選包容就是她 因為她丟我們才有機會來捲 我們才有機會來分類 在這個環環裡面 你可以產生智慧出來 你的慧運會珍藏 那越做越快樂 做到身體都沒毛病 沒毛病 身體用 這樣就好 從小我就不在媽媽身邊 她媽媽 對我們很包容 她沒有要求我們 要念多少的書 也沒有說要我們賺多少錢 就是一直包容你 就是這樣 媽媽是一個 對我來講 我下輩子還願意當她兒子 還是這樣 可以這樣做 很快樂 又很幸福